黄赫楼送梦浩然之广临,礼拜 故人戏池黄赫楼,幽花三月夏阳中,孤凡原以碧山季,为剑长江天际流 你了解这首诗的内容吗?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首诗的意思吧 老朋友和我在黄赫楼上告别 他要在百花盛开的三月去扬州了 我独自站在黄赫楼上,望着朋友坐的小船越走越远,逐渐消失在青绿色的群山间 只看见滚滚长江朝着天边奔流而去 动动脑时间 找一找 我们可以从哪两句话,看出李白对好朋友深厚的情谊呢? 我们可以从诗名,黄赫楼送孟浩兰之广林 第一句,故人西池黄赫楼,知道这是首诵别诗 李白年轻的时候,认识了大他十二岁的诗人,孟浩兰 两人没有因为年纪差很多而有隔阂 他们彼此欣赏,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这首诗描写的是,李白知道孟浩兰即将要去扬州了 特别赶来送别好朋友的情景 虽然整首诗中没有特别强调离别时的难过和忧愁 但是,我们可以从最后两句,无凡援引碧山镜 唯见长江,天际流 想象当时,孟浩兰坐着小船慢慢离开 而李白一直站在黄赫楼上凝望,舍不得离开的场景呢 借此,我们也可以体会诗人与好朋友深厚的情谊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